作者袁旭 而是两条腿走路 发动广大农民同时改造农业和工业 把经济落后的现状 转变为物质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 为了追求乌托邦天堂 一切都集体化了 把农民集中在庞大的公社里 共同生产劳作 这些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试验性标志 农民被剥夺了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家园 他们的田地 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生计 食物由集体食堂根据公分按勺分配 于是就成为迫使人们服从党的领导的武器 多达一半的农业劳动力 被迫投入大修水利的群众运动 这些大规模的蓄水工程的所在地 往往离家很远 劳动者必须在那里长时间地连续工作 缺乏足够的食物和休息 这场实验最终为国家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夺走了数千万人的性命 相比同类的灾难 例如波尔布特 希特勒或者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灾难 发生在中国的情形有所不同 即 大跃进期间发生的灾难的真正规模 至今显为人知 因为长期以来 共产党的档案是不公开的 是机密 只有极少数持有证明性的 最受信任的历史学家才能看到 但是最近 新档案法出台 大量档案资料 得以向专业的历史学家开放 这就使得学者们对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能够较为深入 本书参考的档案文件多达一千余份 历经几年收集 从数十个党的档案馆中领选 包括位于北京的外交部 还有来自河北 山东 甘肃 湖北 湖南 浙江 四川 贵州 云南 广东等省的材料 分布在全国不同地区的市县档案馆 行政级别虽然较低 但其资料同样珍贵 收集到的材料 有公安部门的机密报告 党内高层会议的详细记录 未经删结的重要领导人讲话 农村工作研究 大规模死人事件的分析 对死亡数百万人负有责任的干部们的检讨 大跃进晚期派去的特别小组 对饥荒真实程度的调查 农民抵制集体化运动的综合报告 秘密意见调查 以及普通群众的上访信等等 这些浩瀚详细的卷宗 推翻了我们对大跃进的理解 例如 关于最终的死亡人数 迄今为止的研究者 只能根据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下结论 其中包括1953、1964和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他们估计 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500万到3200万之间 但根据公安部门同期整理的报告 以及大跃进最后几个月内 中共汇编的大量秘密报告显示 上述数字是远远不足的 灾难的实际程度要严重得多 从1958到1962年间至少有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饥荒或大饥荒 这两个词常被用于形容毛泽东时代那四五个年头 但它无法概括过激的集体化运动所导致的各种死亡情况 同样不负责任的饥荒二字有助于形成一种流行的观点 即死亡是由于经济计划匆匆上马 执行不善的无心之师 通常也不会将毛泽东 大跃进与大屠杀联系起来 通常认为 中国当时的情况和缓得多 这是沾了柬埔寨或者苏联的浩劫的光 与二者相比仿佛如此 但本书披露了新的证据 显示大跃进期间高压 恐怖和制度性暴力无处不在 这归功于中共自己汇总的极尽详细的报告 我们从中推断出 1958至1962年间 粗略估计有6%到8%的死者 是遭酷刑致死或直接处决的 仅此一项至少有250万人 至于其他受害者 有的是被有意克扣食物而饿死的 还有许多死于衰老病弱或丧失劳动力 因为不劳动就无法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 被故意整死的人 有的因为富裕 有的因为干精不足 有的因为直言不讳 还有的仅仅是莫名原由 不讨食堂掌勺人的喜欢 当地干部出于压力 千方百计银河上面下达的 只抓数字 不顾人命 间接导致不计其数的人 因此丧生 物质极大丰富的空头支票 不仅造成人类历史上最惨重 规模最大的死亡 还给农业 贸易 工业和交通 带来前所未有的破坏 钢铁产量 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神奇标志 于是 锅碗瓢盆和农具 都被扔进后院的熔炉 以增加铁水的产量 新办万珠厂 本来是让家家户户有肉吃的伟大宏图 但事与愿违 牲畜树木骤减 不光因为大量宰杀供应国外 还因为是成批牲畜病恶而死 原材料和资源随意配置 加之工厂领导们 为了增产 无视生产规程 使浪费越来越严重 人人都在偷工减料 盲目追求更高产量 生产出来的劣质产品 堆积在铁路两边 如同废物 腐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根纤维 从酱油到水坝一起变质 交通系统陷入停滞 最终全面瘫痪 再也无法附和计划经济的需求 价值上千万元的货品 堆积在食堂 宿舍 甚至是马路上 就此烂掉或者生锈 浪费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穀物堆积在尘土飞扬的千末之间 而人们则在树根或者泥巴果腹 本书同样记录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如何造成人类历史上 对财产的最大程度的破坏 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一次轰炸 40%的民房变成瓦砾 有的被推倒 用来制造肥料 建设食堂 安置农民 修建公路 留出空间 创建更美好的明天 甚至什么都不为 单单为了惩罚住在房子里的居民 自然界也未能幸免 我们永远无从得知 大跃境期间究竟减少了多少森林面积 我们知道的是 在某些省 长期过度砍伐所毁掉的树林高达一半 河流和水道同样遭殃 水坝和运河遍布全国 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参与修建 耗掉巨大的人力和财力 绝大多数毫无用场 反而成为祸患 导致泥湿滑坡 河流淤积 土地严简化以及洪水泛滥 因此 本书并不局限于论述饥荒本身 它披露了许多灾难的细节 详细记下 毛泽东如何在一个 濒临崩溃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上 建立自己的威信 随着灾难的展开 毛泽东对批评自己的人残酷打击 以维护自己 作为中共领袖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然而 饥荒结束之后 形成了一些对毛不满的新的派系 为了牢牢把握政权 毛泽东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 将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 大跃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关键的事件 若想真正了解共产中国 必须将大跃进放在整个毛泽东统治时代的核心位置来考量 从更宏观的角度说 现代社会致力于如何在自由和制度之间寻找平衡 而发生在那个时期的灾难 则时刻提醒人们 把国家干预当作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 实在是错上加错 本书提供了新的线索 说明一党制政体下权力如何运转 政治学家研究大跃进背后的政治 都是基于官方声明 半官方文件或者文化大革命时期流传的红卫兵材料 但这些经过审查删减的资料 无法透露内幕 人们无法完整地了解核心领导人的真实的所言所为 除非北京的中共中央档案向研究者开放 这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 但在省级档案中 可以找到许多关键性会议纪要 因为地方干部经常参加重要的党内会议 以随时领会北京的领导意图 这些档案披露了领导层的另一面 随着一些极机密的会议内容逐步为人所知 我们看到中共内部成员之间的勾心斗角 互相倾压 其中毛泽东的面目很难令人恭维 与他精心树立的公众形象相差甚远 谈话漫无边际 老子天下第一 陈缅于于陈年所谢 开会时擅长嘘声恫吓 最重要的是他无视人民死活 我们知道 是毛泽东一手策划了大跃进 因此对于此后的灾难 负有主要责任 为了实现目标 他使出浑身解数 邪伤 哄骗 煽动他的同僚 有时还要折磨或者迫害他们 他不像斯大林 不是把他的对手投入地牢处决 但他有权罢他们的官 撤他们的职 作为党内的最高统治者 他还有其他许多特权 赶超英国的运动是毛泽东发起的 几年后他 勉为其难地 允许他的同僚 重新采取较为和缓的经济发展政策 大跃进才算寿终正寝 但如果刘少奇和周恩来 这两位全是仅次于他的领导人 带头反对的话 他也不可能一意孤行 刘周二人轮番驱策党内 其他高干支持毛 由此形成的利益链和派系联盟 一直深入到基层农村 本书对此首次做了记录 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是表现一般的干部被撤职 而强横霸道的角色 则借助于从北京刮出的 极端过激主义的狂风 横行步伐 本书最重要的工作是 将这场灾难的两个层面 结合起来分析 在此之前的研究 都将两方面孤立起来 我们必须把中共权力中心 中南海 内发生的事件 和普通百姓的遭遇结合起来 除了个别基于访谈的农村调查报告 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毛泽东时代的 社会史 更网论大饥荒了 正如档案中的新证据所显示的 这场灾难 远远不能只归就于毛泽东一人 中共汇编的大量文献 展示了该党统治下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些文件颠覆了老百姓 仅仅是受害者的观念 尽管共产党对内对外 都在宣传本制度的稳定有序 但他从来没有能力 把他制定的红尾蓝图 成功地实施过 因为总是遭到这样那样的隐蔽的抵制和颠覆 这种抵制和颠覆在任何一个民选政府的社会中 都是闻所未闻的 和有民选政府的社会相反 在实行严酷纪律的共产社会里 决策层的错误导致 整个社会机器发生故障 陷入停顿 从档案和访谈中暴露出来的 是个正在解体的社会 是个人自为战 但本能求生 不择手段的社会 所以 正是极端激进的集体化运动 本身起着破坏作用 迫使各阶层的人 大家都想方设法规避 削弱 或者利用中央 新功灭司的政策 暗中演化成 极度自私自利的利益驱动 而这正是中共智力消灭的对象 随着饥荒的蔓延 普通人要想求生 必须越来越依赖于 各种反常的手段 诸如撒谎蛊惑 私藏欺瞒 行骗偷窃 巧取豪夺 玩弄谋术 诸如此类和国家周旋 正如罗伯特 塞维斯所指出的 在苏联 这些现象并没有使国家机器停止运转 反而像润滑油一样 防止整个制度完全陷入停顿 纯洁无私的共产主义政体 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动力 推动人民合作 而没有一定程度的利益驱动 它只能走向毁灭 共产党真想长久维护其统治地位 就得时不时地违反自己的共产纲领 只有反抗 才能生存 从农民私藏粮食 到地方干部造假账 群众发明了种种求生存的方法 同时也延长了政权的寿命 从而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混乱是共产主义者的生存方式 人们靠说谎求生存 结果是信息被一路篡改到党的主席那里 计划经济需要大量录入精确的数据 然而在每一个层面 目标是失真的 数据被夸大 和地方利益相冲突的政策则不被理睬 在求生的驱使下 个人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维都必须被压制 终于形成了长期的封闭僵化 有些历史学家会把这种生存行为解释为抵抗的证据 或者是农民反抗国家的弱者的武器 但是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生存技巧 如果大饥荒期间 从上到下各式人等偷窃粮食都算抵抗行为的话 这个党早该垮台了 乍一看 普通百姓的抵抗占据道义上的优势 这种抵抗文化很容易被赋予光荣色彩 实际上 面对有限的食物 一个人吃饱 往往意味着另一个人挨饿 农民把粮食藏起来 城里的工人就没有饭吃 这个工厂的职工在面粉里掺沙子 到头来总会有人吃进嘴里 那不过是绝境之下的生存方式 不能把它浪漫化 就好像不能将世界看成非黑即白 事实是 集体化从不同角度 逼迫每一个人做出艰难的道义选择 堕落一旦成为习惯 势必导致大规模的破坏 普里默 列为在关于奥斯维新集中营的回忆录中提到 幸存者很少是英雄 在一个奉行弱肉强势原则的世界里 谁把自灵嫁于他人之上 就意味着他的道德观已经蜕变 列为在 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 艺术中有个灰色地带 描写几个同著的人 为了获得一份额外的实物 不得不背叛自己的伦理道德 以求生存 他尽量不评判 只叙事 层层展现集中营的日常生活 这也是本书的主旨之一 让读者理解 大灾大难期间 人类行为的复杂性 中共档案 首次是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 半个世纪之前 人们所做的艰难选择 无论是最高决策者 还是远离北京的毛屋里的饥饿的农家 本书前两部分考察大跃进 是怎样展开的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确认几个关键的转折点 详细说明千百万人的命运 如何被寥寥几个最高领导人的决定所改变 第三部分 考察破坏的程度 从农业 工业 贸易 住宅 到自然环境 第四部分 展示宏伟的蓝图 如何在普通百姓的生存斗争中变形 其后果没有人预料到 也很少有人完全认可 城里的工人偷窃 代工 或者蓄意破坏计划经济 农民则采取形形色色的手段以保命 从直接吃地里的青苗 到备乡离井 逃荒活命 还有人抢粮仓 纵火烧党尾办公室 袭击货运列车 偶尔还组织起来 武装对抗政权 但在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下 人民处于最底层 他们反抗求生的能力 是极其有限的 其中有些人相对更加脆弱 第五部分关注的就是儿童 妇女和老人的状况 最后 第六部分试图分析人们的致死之由 从意外事故 疾病 折磨 被谋杀 到绝食自杀 本书最后 关于引文来源及参考书目的说明 较为细致地解释了 从档案文件中取证的情况 大事年表 1949年 中国共产党征服了大陆 并于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被战败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委员长 暂安于台湾岛 12月 毛泽东动身前往莫斯科 以寻求同苏联缔结战略同盟 和得到斯大林的援助 1950年10月 中国介入朝鲜战争 1953年3月 斯大林死 1955年秋至1956年春 毛泽东不满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而加速推动农村的集体化 和大幅度增加粮食 棉花 煤炭和钢铁的生产 他的社会主义高潮 一些史学家称之为小月境 造成工业短缺和部分农村地区的饥荒 1956年春天 周恩来和其他经济计划工作者 主张政府放慢集体化步伐 1956年2月 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发表秘密报告 谴责斯大林和个人崇拜 对斯大林的灾难性的集体化运动的批评 加强了中国那些不满社会主义高潮的人的地位 毛泽东发现去斯大林化会挑战自己的权威 1956年秋 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从党章中被删除 集体领导的原则得到肯定 而个人崇拜受到谴责 社会主义高潮停止 1956年10月 受到去斯大林化的鼓励 匈牙利人反抗他们的自己的政府 苏联军队入侵该国 粉碎了一切反抗 并扶植了一个受莫斯科支持的新政权 1956年冬至1957年春 毛泽东与他的大多数同事的意愿相反 鼓励以百花齐放运动为标志的 更开放的政治气氛 以确保科学家和知识分子 在发展经济中的支持 并避免导致苏联入侵匈牙利的社会动荡 1957年下 事与愿违 该运动招致越来越强烈的 质疑党统治正确性的批评 毛泽东转而指责 这些批评声音是坏分子对党的执意攻击 他委派邓小平负责的反右运动 迫害了50万人 其中许多人是学生和知识分子 他们被发配到偏远地区做苦役 党团结起来支持他的主席 1957年11月 毛泽东访问莫斯科 苏联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送上轨道印象 令其印象深刻 于是他宣称东风压倒西风 针对赫鲁晓夫公告 苏联要在15年内超过美国的经济生产 他宣布中国也将在同一时期超过英国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季 毛泽东在一系列党的会议上 攻击周恩来等 反对他的经济政策的高层领导 他推行自己的群众运动 和加速农村集体化的蓝图 要求增加农业和工业的指标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豪省的口号 成为党的路线 1957年冬至1958年下 一场镇压运动 对准了数十万对经济政策 持批评意见的党员 几名省委领导人被撤 用毛泽东紧密的追随者取代 党内反对意见沉默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季 发动群众性水利建设运动 标志大跃进开始 驱使数亿普通村民连续属星期 在远离家乡的工程项目上浮劳役 却往往没有足够的休息和食物 1958年下 赫鲁晓夫访问北京 出现紧张局势 毛泽东决定 事先不同他的苏联盟友商量 就炮击台湾海峡的几个岛屿 引发于美国的国际危机 莫斯科被迫支持北京 声明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被视同攻击苏联 1958年下 为了大规模动员村民 从事巨大的水利工程项目 需要在农村设置更大的行政管理单位 于是将集体化的合作设合 并成巨大的规模 高达2万户的人民公社 在这些公社中 日常生活采取军事化 几乎所有的东西 包括土地和劳动 都是集体管理 公共食堂取代了家庭厨房 而孩子们则由寄宿幼儿园照看 用公分制来计算报酬 甚至在某些公社 还取消了钱币 后院炼钢炉 融融各种金属物件 为完成党的不断升级的 钢产量指标做贡献 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饥荒端倪 1958年11月至1959年2月 毛爪反对那些 制造浮夸和预言 即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地方干部 他试图遏制大跃进一些 最严重的弊端 但继续推进公社化 他宣布 党的错误 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 为了履行外国的合同和供应城市 在农村大幅度增加食品采购 饥荒在蔓延 1959年3月 在上海会议上 毛泽东尖刻得斥责党的高层领导 并施压对农村提出更高的争购指标 高达全部粮食的三分之一 尽管饥荒已经普遍存在 1959年7月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谴责彭德怀等 批评大跃进的领导人为反党集团 1959年夏天至1960年下 发动了一场旨在打击表达的类似彭德怀 及其盟友的批评意见的党员 数千万村民死于饥饿 疾病和酷刑 1960年7月 赫鲁晓夫将苏联顾问撤出中国 周恩来和李富春将贸易结构 从苏联移向西方 1960年10月 一份关于在河南信阳 发生大规模饥荒的报告 由李富春交给毛泽东 1960年11月 发出紧急指示 允许村民保持自留地 搞副业 每天休息8小时 恢复当地市场 以及其他一些措施 旨在削弱人民公社 对村民的控制力度 1960至1961年冬季 派调查组下农村 全方位减轻灾难 从西方进口大量食品 1961年春 党的领导成员的巡回检查 导致进一步从大跃进撤退 刘少奇把造成饥荒的责任 由党承担下来 但免去毛的全部责任 1961年下 在一系列党的会议上 讨论了大跃进的后果 1962年1月 在北京党的扩大的 7000人干部大会上 刘少奇把饥荒描述为人为灾难 对毛泽东的支持减弱了 饥荒消退 但在部分农村 仍在继续夺取生命 直到1962年末 1966年 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